第二天,清晨 天刚蒙蒙亮,史莱克奇怪一行人就已经来到了他们熟悉的海马圣柱外的海中海 因为是清晨,天空的蓝色还有些暗淡 在东方渐渐露出身影的太阳渲染下,渐渐变亮 海马斗罗静静地端坐在海马圣柱下 和唐三他们第一次见到时一模一样 或许是因为感受到了他们的到来,海马斗罗缓缓睁开了双眼 三年多不见,看样子,各位的实力都有了很大的增长 今日前来,可是为了第五考 海马斗罗面带微笑地看着岸边众人 当他的目光落在唐三身上时,明显流露出极为尊敬之色 唐三微微汗手道 不错,今日正是为了第五考而来,请前辈赐教 话音一落,唐三已经腾空而起,朝海马圣柱下的三角平台飞去 出乎唐三意料的是,海马斗罗并没有借助海马圣柱的力量利用海中海向他发动攻击 只是一次加速,他就已经平稳地落在了海马圣柱台上 海马斗罗看着落在自己面前的唐三道 您已经准备好开始第五考了吗? 唐三汉手道 是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海马斗罗显然是知道唐三考核内容的 考核正式开始后 在接下来的三十六个时辰内 您必须逐一击败我们七圣柱斗罗 如果超时或者未能全部击败我们,视为考核失败 一年内你还有再次考核的机会 在考核过程中,我们不会借助圣柱的海神之力 只会凭借自身的力量对您进行考核 多谢前辈 唐三攻身向海马斗罗行礼致役 海马斗罗身体一侧,并没有承受唐三这一离 右手一引,海马圣柱光芒闪亮 一道金光冲天而起 将尚未光芒大量的黎明照亮 紧接着,仿佛是响应着海马圣柱发出的金光似的 远处六个方向分别腾起一道金光 与海马圣柱发出的光芒汇聚在一起 七道金光在空中形成一个巨大的光团 散发出数十道凝实的金色光焰 海马斗罗道 这些光焰象征着离考核的时间 当它们全部熄灭时 就代表着三十六个时辰一道 此次考核失败 晴 黄金色的光芒骤然大胜 唐三释放出五魂蓝银草的同时 也启动了自己的第七魂祭蓝银真身 尽管他对自己有着绝对的信心 但这也是他第一次一对一的挑战一名封号斗罗 他绝不会大意 这里是海中海 乃是最适合海魂师发挥实力的地方 不全力以赴又怎能保证战而胜之呢 海马斗罗在唐三启动五魂的同时 也释放出了自己的五魂 刹那间 只见他全身上下 被一层灰白色的奇异铠甲笼罩在内 背后浮现出一个与海马圣柱顶部雕像 极为类似的巨大海马虚影 两黄两紫五黑 九个魂环同时闪亮 在没有十万年魂环的情况下 这已经是最佳魂环配比 能够成为海神七圣柱的守护者之一 海马斗罗自身的实力果然不同凡响 不过 当海马斗罗看到唐三身上释放出的魂环时 还是不可避免的呆了一下 两黄一紫两黑三红 八个魂环闪烁着夺目的光彩 不但比三年之前多出了两个魂环 而且那可是两个十万年的红色魂环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 后面还有着六关要过 唐三不愿放弃眼前的机会 脚下白光扩散 瞬间笼罩了整个海马圣柱台区域 杀神领域之修罗地狱发动 海马斗罗只觉得全身一冷 眼前的唐三已经失去了踪影 周围已经化为了一片血红色的世界 淒漓之声在耳中回荡 冰冷且实质的杀气 疯狂地从四面八方朝他冲击过来 发自内心的胆怯 不由自主地涌现 领域 海马斗罗并没有同唐三交过手 一上来就遇到了唐三的杀神领域 再加上他之前的瞬间失神 立刻就处于被动之中 不过身为封号斗罗 他当然不会就这么一蹶不振 并没有因为外界的变化而慌张 摇身一晃 显出了自己的五魂真身 这件海马斗罗的身体 瞬间与自己身上的白色铠甲 融为一体 化为一条身长三米开外的巨大海马 摇身一晃 一圈奇异的波纹 已经从他身上释放开来 同时亮起的是他身上的第六魂环 波纹呈浅蓝色 密布于他身体周围直径五米范围之内 竟是硬生生的将修罗地狱的杀气 逼迫在外 虽然无法破开修罗地狱 也无法影响到唐三 但却将杀神领域对他的影响降到了最低 那每一层波纹扩散开来 都像是一层笼罩了海马斗罗全身的盾牌 与唐三的汉海护身照有些相似 只不过海马斗罗释放的这波纹护照乃是全部用来防御的 就在这时 海马斗罗眼前的景物突然一变 先前凌厉的杀气 骤然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蓝金色的世界 就在血红与蓝金两种颜色切换的一瞬间 他捕捉到了唐三的踪影 左脚踏前一步 朴实乌滑的一拳直奔唐三轰去 他看到的唐三不只是身体变成了蓝金色 而且背后还出现了八根灿金如同猪腿一般的长毛 化身海马之后 他的身上有两条短小的手臂 这和海马本体是有所不同的 可就是这朴实乌滑的一拳 亮起的却是他的第五魂环 一连串的报名声在空中响起 空气仿佛承受着无比巨大的压力似的 而就在唐三背后的海中海之内 一股巨浪腾空而起 在空中凝结成一个巨大的拳头状 直奔唐三背后寄来 与海马斗罗那一拳形成的夹击之势 岸边观战的众人心中都有些究竟 熟悉唐三的他们当然知道 唐三是在切换领域 而海马斗罗就捕捉到了两大领域切换的缝隙 发动了攻击 在沙神领域的压制中 还能如此清醒地捕捉到战机 可见他的实力有多么强悍了 但是海马斗罗的这一击却早已在唐三的预料之中 前后同时传来的巨大压力 以及全身被锁定的状态 甚至连瞬间转移都无法发动 这就是封号斗罗的实力 不过唐三却丝毫没有慌张 他也没有任何闪躲的意思 就那么应受了海马斗罗这恐怖的一击 轰然巨响中 唐三的身体在空中纹丝不动 今日的第一次无敌金身开启 三十六个时辰就是三天 他一共有九次使用无敌金身的机会 为了眼前这场战斗能够尽快结束 唐三毫不犹豫地用出了第一次 前后夹击无疑能够令攻击达到最强程度 但面对唐三的无敌金身却是毫无办法 甚至因为前后夹击而没有将他轰飞出去 唐三选择应受这一拳 当然有他的道理 只有这样他才有绝对把握 令海马斗罗再陷入到自己的蓝银领域之中 他已经看出 海马斗罗并没有属于自己的领域 而在领域中战斗 无疑是对自己最为有利的 而且用身体承受海马斗罗的这次攻击 也让他有时间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攻击无效 海马斗罗大吃一惊 他看到的 这是唐三右臂处红光亮起 瞬间转化为金光遍布全身 这是怎样的防御力量 魂力上自己明明高于他 可怎么攻击就没有效果了呢 就在他吃惊的过程中 唐三的身影已经在他眼前消失了 蓝银领域之森罗万象完成 虽然这平台上并没有任何职务 但唐三现在的精神力何等强大 平台上没有 可不代表着岸边没有 他的领域瞬间就跨过了海中海 迅速的借助岸边植物 将蓝银领域的威能展现出来 与此同时在这蓝银领域之中 已经出现了无数金丝飞快的笼罩向海马斗罗 这就是唐三应受他攻击时做的事 八猪毛自然不会平白无故的出现 外腹魂骨与领域融合技能吞噬金丝发动 海马斗罗刚开始的时候还不以为意 但是当那吞噬金丝落在他先前开启的波纹防护罩上时 他却大吃一惊 波纹防护罩的能量竟然在吞噬金丝的作用下疯狂的流逝着 伴随着唐三进入八十级 在蓝银领域之中 他的吞噬金丝已经不需要接触人体进行吞噬 凡是非蓝银领域本身的能量 在领域之中与吞噬金丝接触都会被吞噬 经过八猪毛的转化过滤成为唐三魂力的一部分 削弱对方增幅自己 这才是蓝银领域最霸道的地方 同时也是唐三至圣的法宝 杀神领域不是不好 但杀神领域对魂力的消耗也是巨大的 在对手并没有领域的情况下 蓝银领域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波纹防护罩的范围达到直径五米 自然也就会承受更多的吞噬金丝 感受到吞噬金丝的效果 海马斗罗不禁又吃了一惊 好可怕的领域 难怪他的第五考会是挑战七胜柱斗罗 无奈 海马斗罗只得先将自己的第六魂迹 波纹防护罩收敛到身体周围 尽可能的减少与吞噬金丝的接触面积 同时他再次一拳轰出 这一次是朝空中轰击的 但是令他吃惊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没错 吞噬金丝确实被他这一拳轰击的飞荡起来 但是却并没有被破坏 仿佛自身根本就不受力似的 而他轰出这一拳中的能量 却有一小部分被荡起的吞噬金丝吸收 这也能吸 海马斗罗终于感到了危机 他明白 这样下去 唐三甚至不需要对自己发动攻击 只要保持领域 将自己的魂力吸光 自己就败了 身为其圣柱守护者之一强大的封号斗罗 他自然不能这样认输 眼中白光大放 海马斗罗不再去管那些吞噬金丝 深吸口气 双手十指交叉 提起到胸前 掌心向下 同时 他身上的第九魂环亮了起来 没有领域的魂师 面对拥有领域的魂师 是极为吃亏的 海马斗罗现在要做的 就是凭借自己高于唐三的魂力 发动自身最强的攻击 就算不能击败唐三 也要尽可能的消耗唐三的实力 这是他作为考核者的职责所在 他绝不会因为认识唐三 知道唐三的身份而放水 尽管海马斗罗的第九魂环 还是万年级别的黑色 但实际上 他这黑色魂环 也有高达八万年修为的级别 乃是当初他费尽千辛万苦 才在大海中寻找到的何时魂兽 此时 第九魂环闪亮 黑色光环迅速扩张 形成一圈圆形的黑幕 将它自身围绕在中央 庞大的能量波动 疯狂涌动 周围的空气剧烈的扭曲起来 观战的戴木白等人清晰的看到 整片海中海全部沸腾起来 这一次可没有海马胜住光芒的阻挡 海水竟然笔直的升起高达百米 并且那清澈的海水瞬间被渲染成的黑色 剧烈的涌动中散发着无穷能量 史莱克武怪同时色变 这就是封号斗罗的第九魂迹吗 好强大的威势 就算是和十万年浑兽的权力爆发相比 这一击也毫不逊色 海马斗罗在被唐三领域完全压制的情况下 发出了他最强的一击 他的想法很简单 也很直接 却又非常有效 我不是看不透你的领域吗 你不是要吞噬我的能量吗 那好 我一下子将所有能量绽放出来 给你吞噬 我不需要去寻找你的位置 以着全面攻击的第九魂环 将自身实力与海中海融为一体 全面喷发 全面的攻击你的领域和你的本体 就算这样会令我自身大量消耗 你也同样不会好受 无疑 海马斗罗的选择是极为正确的 身为一名封号斗罗 他的魂力在唐三之上 选择这种全面碰撞 正是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哪怕受到领域的削弱 他超过九十级的魂力 也毕竟摆在那里 黑色的海马斗罗第九魂环 代表着技能名叫旋风巨浪 寂灭拳 魂力展开 借助周围所有水元素 形成巨浪漩涡 产生范围性的杀伤 身处于海中海中心位置 无疑是旋风巨浪 寂灭拳最好的发挥之所 那滔天的海浪已经开始疯狂旋转 海马斗罗的魂迹蓄力 正在飞速提升 当他蓄力完毕之时 就是这恐怖第九魂迹 在最佳舞台登场的一刻 就在这个时候 唐三的身影出现了 蓝金色的领域内 他那蓝金色的身影 看起来一点也不明白 身体在空中优雅的旋转 左脚已经踢了出来 当他头下脚上 左脚下披的一刻 他的左腿已经不再是像腿 而是如同一柄巨大的红色战斧般 逢天而降 那一刻 在他背后仿佛出现了 邪魔虎金王 甩起他的庞大惊威 拍击海面般的景象 扇形的红光在空中 闪耀着精灵的残影 奇异的是 唐三攻击的目标并不是海马斗罗本体 而是从他身上释放开来的那一层黑色光芒 也就是第九魂环带起的那圈黑色光幕 这一层黑色光幕 就是海马斗罗第九魂祭施展时的防护 防护能力 甚至还在他的第六魂祭波文护照之上 唐三这一击从天而降时 所有的吞噬金丝瞬间集中 凝结成两骨 正好在他这一击的两侧吞噬能力全开 这样一来 被疯狂吞噬着能量的黑色光幕 在两股凝聚在一起的金丝吞噬下 中央光芒就出现了些许暗淡 而就在这个时候 唐三的左腿已经从天而降 十万年邪魔左腿骨之计 虎经邪魔斧 唐三一共有五块魂骨 这块最新得到的邪魔左腿骨 可以说是唯一一块完全作用于攻击的魂骨 身为十万年魂骨 它的攻击力可想而知 哪怕是小白那样的实力 遇上唐三的虎经邪魔斧都要吃亏 可见这魂骨技能的恐怖程度呢 十万年魂骨 或是十万年魂环的效果 全部涌来攻击的时候 绝对是极其恐怖的 吃着一声清响 红光掠过 环卫在海马斗罗身体周围的黑色光幕 骤然一鸣 下一刻 在两股吞噬金丝中央 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红光再现 这一次已经不是魂骨的光芒 而是来自于唐三的第八魂环 那曾经定住戴木白鱼马 红骏的波纹状红光 就在这第八魂环中荡漾开来 沿着黑色光幕的缺口 悄然流入 笼罩上了海马斗罗的身体 唐三第八魂环之计 蓝银虎精魔之射释放 作为十万年魂环 唐三的第八魂一共有两个技能 其中第二技能就是蓝银虎精魔之射 技能特点物理防御无效 一旦肉体被其产生的红色薄纹接触 不论自身实力有多么强大 强制眩晕三秒 能量可抵御 但被他接触的任何魂技释放的能量攻击 释放者的魂力 都会在此技能作用时间内 成三倍消耗 这是一个全体控制技能 极其霸道的群体控制技能 那强制眩晕三秒的能力 哪怕是封靠斗罗级别的强者也要为之战力 因为这眩晕能力是绝对成立的 只要接触到肉体就会产生 不会被任何技能或者内在魂力所抵消 就算有能量护照防御 在为着蓝银虎精魔之社接触到之后 自身魂力也会飞速消耗 面对这样的魂技 防又不是 不防又要被直接晕眩 正是高等级控制起魂师 最让其他类型魂师头痛的地方 此时 海马斗罗外围的防御能量 已经被唐三的虎精邪魔斧所破 蓝银虎精魔之社的血红波纹 自然是毫不客气的攀上了他的身体 强制晕眩效果生效 简单的强制二字 带给海马斗罗的乃是负面 如果是一般的晕眩技能 此时对海马斗罗还是无效的 施展着第九魂技 这种超强技能的状态之中 海马斗罗本身就处于一种类似于霸体的存在 别说有外面的防护罩 就算没有也很难被打断 否则魂技又怎配称之为封号斗罗的终极技能呢 可是 第九魂技再强 也架不住唐三的十万年魂技能力变态 瞬间的眩晕 顿时令海马斗罗无法再控制自己凝聚起来的庞大魂力 令整座海神岛都为之颤抖的巨响之中 海中海内刚刚凝聚起来的巨大漩涡已经轰然砸回 飞溅起的巨浪冲击在岸边的众人身上 让他们全变成了落汤鸡 海马斗罗的第九魂技竟然就这么被唐三强行打断了 最可怕的是 施展第九魂技聚集的能量虽然大部分释放在外 但也有一部分是内隐于体内 用来联系和控制技能的 失去了海马斗罗自身的控制 这部分魂力骤然反噬 闷哼声中 海马斗罗口中鲜血狂喷 就连鼻子耳朵之中也溢出了血丝 整个人向后跌腿竖步 直到撞击在海马胜柱上 才稳住了身形 蓝银领域之森罗万象悄然撤去 唐三重新出现在海马斗罗面前 他并没有继续攻击 浩瀚级别的精神力 可以说时刻都在扫描着海马斗罗的身体状况 对于这位对他们一直心存善意的封号斗罗 唐三当然不会落井下石 要不是因为之后奥斯卡还要挑战他 唐三甚至不会让这位封号斗罗受创如此严重 赢了 我战胜了一位海斗罗 哪怕心智再坚毅 唐三此时的心情也不禁激动起来 这是他第一次在一对一的情况下 战胜一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 虽然说这场胜利更多的要归功于 他的各种技能的怪异和强悍 但毫无疑问 他是凭借着自身实力战胜对手的 第五考七分之一已经完成 前辈 承让了 唐三微微向海马斗罗攻身行礼 三秒晕眩时间已过 海马斗罗身形不稳地站了起来 心中暗叹一声 还礼道 不必客气 多谢手下留情 在晕眩三秒的过程中 第九魂祭的部分能量又出现反噬 那时候唐三如果想要杀他 完全能够做到 但他并没有受到接踵而来的攻击 显然是唐三手下留情了 哪怕他现在还有再战之力 也没有纠缠下去的理由 此时 一道蓝光闪过 另一道身影出现在唐三身边 正是小五 小五的考核是陪同唐三进行海参九考 在通过考核的过程中 唐三当然不会忘了他 在他与海马斗罗战斗一开始 他就将小五从如意百宝囊中放了出来 同时让他灵魂回归本体 再以汉海护身照笼罩在小五身上 达到隐身效果 这样一来 不但可以让小五相对安全的陪伴他通过考核 同时 隐藏在侧的小五也随时可以发动攻击 辅助唐三通过考核 面对海马斗罗的过程中 显然并没有用到小五插手 而且 唐三也可以肯定 如果小五插手其中 那么 自己的考核程度就会被降低 本来在这次计划中 后面的考核 就有伙伴们的帮助 在肯定能够获胜的战斗中 唐三自然要自己一个人来完成了 抬起手 海马斗罗转身面对海马胜柱 用右手食指在胜柱上 艰难的刻画出一个奇异的纹路 当最后一笔完成时 那纹路绽放出多么的金色光彩 骤然照射在唐三额头上的黄金三叉戟烙印之上 两道光芒交相归映之中 唐三脑海中得到提示 海马胜柱 考核已过 小五额头上也同时亮起一道红光 一闪即没 半空之中 原本的七道金色光柱属于海马胜柱的一道 悄然熄灭 但空中那团金光却并没有削弱 只是周围一圈金色光焰却已经缺了一小块 这是时间度过的迹象 完成了认输的过程 海马斗罗回身看向唐三 目光从他额头上的黄金三叉戟略过 后面的考核会更加困难 还望您多加小心 您应该已经具有了海神之光的能力吧 海神之光本身虽然没有攻击力 但却可以威慑海魂兽 同时 它的威慑之力 也不只是海魂兽 看着海马斗罗眼中包含着深意 唐三顿时明白过来 感激的道 多谢前辈之点 稍后如果有什么得罪之处 还请前辈见谅 海马斗罗愣了一下 就在这时两刀身影已经跨海而至 奥斯卡 宁荣荣请前辈赐教 海马斗罗这才明白唐三的话是什么意思 不禁无奈地摇了摇头 失笑道 没关系 这是考核允许内的战术 不过 你们可不要认为 我会那么容易认输 想要战胜我 还要拿出你们的实力才行 那就 开始吧 感谢您收听 陈颂